再来关心的是货柜船德祥台北搁浅在石门区海岸造成重油泄漏 已经污染了近两公里的海滩 暗巡队今天又发现梦翔海沙滩也被污染了 暗巡队表示在巡逻的时候发现漏油持续往西边海域扩散 位在台二线23.7公里处的梦翔海沙滩暗季有明线的游污 立即通报环保署还有船公司派员前往清除 而直到今天德祥公司落海的七个货柜 仍然有两个尚未寻货打捞上岸 影响航道的安全